既然要知道妈妈的枕头到底要买多高的对她比较适合 因为原来的枕头呢 我们已经买了一个记忆性枕头了 可是现在发现那个经过了推拿按摩了以后 她的头已经能稍微往后仰 她的驼背的情况也比较好一点了 所以现在希望说给她按摩一下看看她 所以我觉得她现在是不是先拿一个 至少有一个小的高度让她感觉上比较有一个依靠 她才能放心的放下去吧 也可以啊 我拿一个枕头 那我要把它脚底下的那个拿下来吗 嗯 脚底下的那个枕头拿出来吗 我现在怎么弄呢 拿个衣服好了 拿个衣服暂时放下来 这是裤子 我现在暂时没有东西可以试 所以我拿一个裤子垫在后面 你看看 现在更低了喔 对不对 现在有更低了 因为她脖子的紧绷又更松了 应该有更低嘛 有 有喔 我不要碰她的头 不然她又缩回来 我现在碰她就缩 可是现在我感觉她脖子的长度更长了 脖子的长度是什么意思 她是这样子嘛 她现在有拉开 因为我看不到 我是感觉她脖子有没有 伸缩度啦 嗯嗯 她前面的那个 的距离有没有 就变长了 嗯嗯 所以我觉得她应该放得更低了 对 现在放得更低了 所以我可以买一个 蛮低的枕头给她 嗯 这样 这样的 这样的 对啊 那你现在拿起来她头又 稍微又抬起来一点 对 她现在这样子 她比较正常 那个是有点 把她压下去 她这边算是 现在的 标准长度 她现在的高度啦 嗯嗯 应该是她放松之后 都不要施加外力的 一个高度 嗯哼 OK 现在的程度了 嗯 等一下 我给她 我请那个 我请那个 拿护士来看一下 嗯 嗯 她们都看到 完了就 就把它变高啦 嗯哼 她们习惯啦 去 我去找她 对 在这边 我现在 她们 她们 在这边 在这边 她们